- 白铃怎么了不哭不哭 本周today科芯片最夯影视话题就是白铃格林玩14天出闸 出关了 今年要走金马红毯的其他女星加油好吗 最期待芯片榜也没什么好哭挺欢乐的 适合合家观赏的一部老动画一部新卡通还都讲魔法 有这么巧的事偏偏就有 是 战神白铃再次为金马来台啦 去年她有堕胎师入围红毯上献个绯闻就啪啦 拉出I love和平心不条 全手工菱形秘密缝超战版面篇幅 你喜欢他妈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哟 回首她奇想万为的EQ 也是胸前发蝴蝶 又是画小子租 这周末会以什么生物造型参与金马盛典怕爆 哦呦她还真的有一只爆 准影后林嘉欣已宣布至港缺席 另一对母女角色贾金文和王静慧穿什么和白铃搏版面 星期六就揭晓啦期待 娘的菅娜被告子 父母的那尾翔翔翔 胸膀刺激了 最期待新片榜第五名日片没说出口的杀人告白 描述女大神持刀是负 东窗事发后她俏皮丢下一句话 你们去找我的沙灯洞妻呀 北川琴子饰演的心理师就来探她的地 被告人无罪 你心被杀了 悠希是谁被傷害了 我最初喜欢的 改编植物上得奖小说初恋 导演因日剧迟带西口公园 今天一少年杀人事件不需要爱情的夏天闻名 本片看完会生死女儿是老爸上辈子的情人 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问题不 11月26上辈子情人结束你这辈子 妈 我脖子要脖子 我脖子要脖子要脖子 谁啊 你叫我 第四名魔法阿嬷4K修复版 23年前台湾制造的超优动画 描述爸妈忙 小孩拖给阿嬷照顾 隔代磨合困难 不乖孙乱闯阿嬷的魔法满屋 欸不是 三伙第三名才讲那片 不乖孙解开封印放出恶铃 联手收集阿嬷3滴眼泪 打算变法收走老人家 今天君孙来了 你都把阿嬷想起来 妈他又看不到我们 那你如果看到就叫你害死 想哪 王小弟指导卖人节作画 已故文英阿姨声音表情丰富 动人故事也切身有趣 当年因鼓吹怪力乱神 影响善良风俗之类的理由 不颁金马奖给他 11月26 乌萨 第三名迪士尼第六十部 长篇动画《魔法满屋》 表述哥伦比亚大家庭 每个成员有怪奇天分 房子会奏乐 妈妈煮的菜制百兵 大姐会遍地开花束 二姐力大无穷 表哥会变形 表弟会授予 女主角只有德 诶 因为她无才 是我的机会 我会救了魔法 等等 我怎么救了魔法 导演上部杰作是动物方程式 汉米尔敦超天才的那位米兰达为本片写歌 热伦比亚大帅哥 马鲁玛也被请来为准解服配音 11月26 拉丁白小魔女斗瑞咪摩 Hello What's your name? 又号 雅金重启丧尸IP 惡灵古堡首部曲拉魂式 描述米拉乔娃为奇不眼热 就往前追溯保护伞公司 最早人体实验地拉魂式 把整个小镇玩残稿废费就逃之夭夭 剩下倒霉乡鸣跟弟弟的变种怪物不命 What the... 嘿 这类型片多说无意方方面面说破嘴 想看的就会看不想看的就不会看 11月26我就会看 有没有人要 你就下给我 观众哇 当之无愧 敲碗敲到天边的月老 作家九把刀跨行导演第四弹 描述柯车东爱宋云化却被雷劈死 来到阴间跟欢喜冤家王靖祖月老团帮 杨界众生千红线 GG英德 柯震冬夹在生前送云化与身后王靖之间 第六感生死煉 爱情来了 什么都挡不住 拜托我们月老 保证我先就好了 有些事 一万年不会变 强势入围11项金马奖的成功商业片 最大彩蛋是可爱的狗公 先卖个关子看到毛孩保证融化 11月14月下老狗